本段话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 就是说为什么那个花好好的 买来以后特别好 养着养着就不行了 其实这个事怎么样从头跟你们说呢 这个东西就像什么呢 你比方说你谈了个女朋友 你跟她结婚了 你结婚和谈朋友的时候 那是她最好的年华 是她最好的时候 当然了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慢慢的变老了 你觉得这个怎么怎么的了 就像那首歌唱的那样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对吧 你们想想是不是那个道理 你像我们养花也是一样 尤其是这种开花类的 你像给大家发货的一个状态的话 都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你像我们有些个自销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些自销 开完花之后 你也可以看到这种包包里面 也是发黄了 现在也没有结出种子来 如果说再由于气温过高 管理不慎 是吧 我们也会出现一些个死亡 这那那的 你看这边 大家会也可以看到 对吧 当花包卸了以后呢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它下面这些个老叶子 全部发黄了 这个没有办法 对吧 而且最近气温也特别的高 所以说话 我们也要理解一个什么事呢 不是说年年都18岁 花也是那样 那句话叫什么呢 叫花500日红 你养花就是赏花 对吧 赏花赏绿 赏秋香是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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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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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这些花儿没你也要理解 然后呢 像这种黄了的 大家就及时的修剪 对吧 能解种吗 你也别想着这样的解种了 该修剪修剪 该打理的打理 反正话说 一看稍微不行了 就直接放弃了 就跟也是谈女朋友一样 一看到差不多二三十岁了 你就洗心厌旧了 养花不也一样吗 要么你就换得够快 对吧 你有那个本事 要么了你就心态放平 养花就这样 它一年的话 有春夏秋冬 潮起潮落 每一年它都是这样 每一天的样子 给你呈现出来的都不一样 最好的时刻 它也呈现给你了 为什么就不能 担待一些它不好的时候呢 好了 别的没啥的心话 我们简单一盖的 尤其是现在夏天 气温特别的高 大部分的植物 都陷入一个短暂的休眠期 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时期 大量的浇水和施肥的话 就会不好 怎么理解呢 就像这个植物来说 不光是冬天低温的休眠 夏季高温的时候 它也难过 就跟人一样 晚上会睡觉 中午它也会午休 而夏季高温的时候 短暂休眠 大家控水不干不浇 肥料的话 你看它的长势 如果长得慢了 就减少一下 毕竟花在这种时期呢 还是需要大家 多用点心 不说就点个赞 我都老花一 两花最容易 白了 好 好 嘿嘿